就是這樣子 人家要拍三粒電視台 他在那邊拍外觀 可是他要的是我們這攝影棚 沒有 你賣過也不知道 我們在那邊寫什麼 他連路地圖都不知道 可是你如果這樣子選的話 他拍得到的東西就會進來 所以你覺得這個其實也是蠻可疑的嗎 就是說四叉貓點出來 一個是軍旅 一個是海邊 那因為海邊 風景照片 海底啦 海底 海底喔 他要海底 潛水 他要潛水 所以這是上面看不到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軍裝到底能不能拍照 前一陣子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導演 在台灣很小有名氣的導演 帶著中國人去場刊 去海軍紀錄場刊 被判刑 所以軍裝是不能拍照的 那他現在是攝影作品真稿 那真稿你可能會想像 他是一張圖或是幾張照片 那他可能的下一個目的 如果我是有心人士 我給你用第一名 那我會問你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多拍一點 你是怎麼拍到這些的 你能不能再多拍一點 那我再相對應的給你什麼 所以第一個他本身 他就是不能拍的東西了 然後再來如果他是可以拍的 青年日報都有好不好 你還要去徵稿 青年日報小編有比較差嗎 舉光原地都要找帥哥 沒去幫你拍動態的 你還是跟人家徵稿 所以沒有道理 這個就是第一個單位 問他目的不明 然後他到底要什麼說不清楚 所以這個當然會受到質疑 而且這個判斷起來不是紮鞭集團 因為他也沒有要你錢 對啊 也沒有叫你幹嘛 他會送錢 就是說他完全不是在磨擬 如果他紮鞭集團騙你來參加 一個人要講報名費500塊 那可能有問題 可是他都沒有 事實上這是非常可疑的 好 我們要處處提防 但是也不用過度緊張 但是剛剛我們的推論 都算是在合理的範圍 那這個委員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是說 那個徐曉昕馬文君 不要什麼都說成是秘密 我們明明 我就沒做貴賓 你也沒做貴賓 我們也不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們都知道那個道理 結果他們快點不知道這個道理 其實他在立法院裡面 一點都沒有收斂 因為這今天 被大家抓出來的質詢 因為我們現在國會頻道 所有人的質詢 都是可以立即的公開上網 甚至有非常多的網友 是還幫我們加上了字幕 那你就看 他今天問的是什麼 好 總長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你未來的作戰方向了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能夠不要什麼都是秘密 我們希望更公開透明 所以你未來的作戰任務調整 要怎麼調整 說給我們聽 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作戰任務是要到什麼樣狀況 到什麼樣狀況你才會滿意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直接要了最具體的是 中科院的無人機的資料 那我們下一階段 不就是要研發這個嗎 那你過去要了潛艦的資料 現在又要了無人機的資料 請問你到底是要要這麼多人 他要的是無人艇的資料 所以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到底你是多關心 多了解 多需要到 秘密到什麼程度呢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這些國民黨的委員 自己在國會裡面的表現 沒有辦法讓人家安心 甚至不要說信任了 連安心都沒有辦法 其實參謀總長來立法院受質詢 是有一些爭議的 因為有人認為說軍政系統 你國防部長來 軍令系統 這本來就不需要給你立法院問的 可是如果是國防部長來 他們可能也會問一樣的提醒 但是現在重點我們來想說 什麼人會想要知道 國軍的作戰任務怎麼樣調整 什麼人會想要知道說 我們的無人艇計畫是怎麼做的 什麼人會想到說 我們最想知道 我們跟美國盟軍怎麼合作的 不是我們 中共 中國解放軍 你就是在幫他們問這些問題 當然 我不能說你就是代表他們來問的 但是你們做這些事情 就是心痛愁快 如果你真的被你問出來了 那他們不開心死了 所以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子問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可怕的地方 第二個就說 他就在示範給你看 如果國會擴權法案通過了 到時候這些今天不回答的人 不管你參謀總長 國防部長什麼長 通通藐視國會 通通可以給你罰錢 給你移送法辦 這還得了 對不對 那這個 所以為什麼副問題當初講 我讓你政務官一個都找不到 他如果回答了 違反國防機密法 他要被關 他如果不回答 違反你的國會擴權法 藐視國會要被關 對啊 你就是要 你們就是要 不是你們不是毀憲亂政 你們根本是要毀掉這個國家好不好 來 那小平哥 因為剛剛提到就是 對啊 為什麼需要這樣子問 然後想要公諸於世 然後問那個連心操演 問連雲操演 然後徐曉星問的是說 有沒有盟軍協防 這個部分 你有想要知道嗎 你是中華民國派的 有需要把它揭露到 然後其實我們最擔心的是 對岸會知道這些相關的資訊嗎 應該這樣說 對岸想知道什麼事情 他的功夫是遠遠超過 這兩位立委能夠問到的東西 你不要那麼小看老共了 這第一件事 那第二個還是要定一個規範 就是立委的 外交國防立委的職權 跟洩漏國家秘密的界限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趕快訂出來 這是超級重要的事情 這第二點 第三點 你不覺得馬文君跟 跟這個什麼那個徐曉星 我覺得蠻好有一點知道 現在軍演的合作 他問了軍演的一些細節 我們再看這細節是不是秘密 對老共有沒有用 可另外一個角度 你們不想想 從軍演的合作變成軍事同盟 因為台灣關係起法到台旅法 其實緊密很多了 因為老共實在是 因為我們比較重要 那習近平當然比前兩任的這個 國家主席還對台灣壞很多 那當然中華民國派同派變少 中華民國派變多 台獨也變多了 我想整個投票的行為 那是不是變成 準軍事同盟來合作的話 如果徐曉星跟馬文君 願意從這個方向這樣問 而跟美國更同盟的話 我認為對台灣是好事情 當然絕對不能洩密 但是問題是美國 美國就不想這事情公開 你把它公開還不跟你玩 軍演演完以後 他問的東西全部都呈現了 對吧 軍演演完以後 是不是 所以不記得疫情的時候 有一艘叫盤石劍藍役 有 時任召委馬文君王定語怎麼處理 機密會議 機密會議裡面講什麼 路線接觸對象是否上岸 那我有一點道德良知 就不跟大家報告了 然後現在在進行什麼 叫環太平洋軍演 對 環太平洋軍演這次有29個國家參加 這29個國家裡面沒有台灣 但是他的目標是什麼 第一個他的靶艦 他的靶船是中國的 是中國的這個船 然後他的地點是環太平洋 太平洋就左邊跟右邊 那上面是北極 那下面總不會打企鵝 所以他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中國 防堵中國 目標是對中 地點是對中 然後這個整個參與的條件 都是對中 就只有一件事情 記者 美國之音的記者寫出來 這個是幫助台灣協防中國 可是我們要不要自己去講 我們有沒有船去參加 那有的時候被發現了說 台灣有一艘海巡的 怎麼出現在軍演現場 他說我去加油 但是我不能講說 我是幫人家加油 還是我自己沒有 我自己沒有 那就是我開到沒有油 我去加個油 但是我幫人家加油 這個叫做軍事同盟的後勤補給 這可以講嗎 這你問我我是一定不會講 可是這可以讓國防委員講嗎 我的學養跟專業是告訴我 這個根本連問都不需要問 那所以會不會跟大家 看到的軍演一樣 我只是跟小平書 然後有一個交流 就其實是我們 其實可能有參加過一些事情 那我們不能講 比如說海底地形 我們前一陣子在討論那個潛艦 為什麼在台灣海峽浮上來 中國的潛艦 對 那因為台灣的海峽 就60米深 太淺了 台灣海峽不是 那我問你 那個地形土誰畫的 日本 台灣 美國 菲律賓 中國 誰畫的 我知道 但我不能跟你講 講得出事 因為如果有別的國家 跑來幫我畫台灣海峽 不就是跟中國為敵 對不對 所以這些或者是 如果是台灣 是哪一個單位的 是學術機構 是軍事機構 是海巡機構 是什麼 還是漁業的漁船 我也不能跟你講 可是我們有沒有那個圖 有 所以 細節上就是這些 真的不能講 這個東西就是 第一 你都已經當到立法委員了 什麼可以講 什麼可以 什麼不應該講 其實自己心中 要有一個判斷 第二就是要有沒有 敵我意識 我跟他到底是不是處在一個 比賽競爭的狀況 你的敵我意識 如果是清楚的 是一個競爭關係 你就不會把你自己 不應該講的東西 講出去 這才是最根本的 你訂再多再多的規則 老實說 一定有漏洞可以鑽的 一定有方法可以閃的 所以我覺得 還是回到根本 你到底是不是認為 我們自己是一隊 他們不是我們同一隊 我贊同小平書 再兩句就好 我贊同小平書講的 老共知道的可能 比剛剛那兩位女立委多 這我認同 那你幹嘛沒事去問 你問了變我們的題目 然後削弱國民黨的 所以他為什麼去問 他如果真心要知道 應該開秘密會議 可以問個過癮 他為什麼要在公開的地方問 直播讓大家都看到 表態效忠 而且他在釣魚 對 我心向祖國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們要釐清的是 他在釣魚 因為他說邱國正已經講過了 所以他要再跟 梅加速跟顧力熊再確認 所以我就特別去翻出了一個 邱國正那時候 接受他質詢的時候 邱國正說什麼 問到這個 不便透露 盟友派誰來台 事先會協調 但是我不告訴你是誰 他居然講說 邱國正都講過了 邱國正可以講 為什麼你顧力熊不能講 為什麼梅加速你不能講 他要用這個方式 去框那一些官員 然後讓他們再抖出更多東西 這壞心壞心 這草枝頭的心 沒有草枝頭的心 這就是一個壞心的人 才會幹的事情 好幾天啊 不用我了 謝謝大家 過一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